天亮了 本是血与火的杀戮之夜 却被黄金神的神殿无声无息地化为了无形 除了镇中广场上有些许被火焰烧出胶痕的建筑外 昨夜那短暂的冲突就没有留下更多的痕迹了 昨天后半夜的事 罗森就不大清楚了 他睡了个好觉 如今正蹲在广场边 捧着一大碗玉米浓舟 一边喝 一边观摩黄金武士团的圣礼 主持圣礼的是森格主祭 他红光满面 精神抖擞 声音比往常洪亮了许多倍 近600黄金武士齐刷刷半跪在神殿门口的空地上 他们沐浴在金色光辉之中 一脸平静和喜悦 罗森看得分明 金色光辉看似声势浩大 但没多少力量 仅仅相当于一个高阶的群体恢复数 能治愈一些小伤小痛 不是吗 谁身上没点就伤暗伤 现在这伤势被治疗了 自然浑身舒畅 而身体舒服了 心情自然也就平静愉悦了 武士团外围 还有大量白马镇镇民在观摩胜礼 一百年前 黄金之地才延伸到白马镇 对白马镇本地居民来说 黄金神是外来神 虽然畏惧神威不得不表面服从 但心底信仰却并不虔诚 但现在看到神殿竟用不可思议的手段收服了强大的冰雪武士团 许多人们脸上就出现了发自内心的敬畏 这一波后 白马镇必定会增加大量虔诚信徒 呼噜呼噜 罗斯拿大勺大勺地往嘴里灌这玉米粥 吞了一大口后 又咬了一大口面包 再用力嚼着 活脱脱就是个吃瓜群众 任谁都想不到 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年 会是昨晚扭转屠杀局势的核心人物 夏丽娜走过来站到罗森身边 手上也端着一碗玉米浓粥 笑道 罗森法师 到处找你不见 没想到你却在这关里 罗森嚼着面包 含糊回应 外面阳光明媚 吃起来胃口好吗 要是附近没人撒尿就更好了 待会儿就要去攻打白石堡 有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如果需要的话 我会帮助武士团破门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城堡大门十分厚实 纯钢打造的 还夹杂许多破法的色金 一般法术可破不了 我早看过了 大门主体是硬钢和色金没错 但门后的铰链却是普通金属 位置也不隐蔽 我把铰链轰断 门自然就会落下 它的法术可是会拐弯的 只要看准位置 就算有强阻隔视线也没用 顿了顿 他又笑道 事实上 也未必需要法术破门 夏丽娜彻底放心 又问 那你觉得该如何处置莫雷家族 顿了顿 又道 我向你寻求建议 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罗森咽下嘴里面包 男爵必须死 但其家人不必剥夺贵族身份 只是赶出白石城堡 并准许他们居住在白马镇 且保留部分军权 财产 以彰显黄金神的人词和宽容 同时 让坎雷托骑士接收白石城堡 成为白马镇新领主 坎雷托当新领主 他坐不稳吧 他当然坐不稳 所以必须依靠神殿的支持 而莫雷男爵的子侄也都在 无形也是对坎雷托的威慑 他要是干不好 就让莫雷家族的人 继续当回领主呗 夏丽娜明白了 让莫雷家族和坎雷托家族 相互争锋 而神殿中间制衡吗 对 罗森点头 其实 坎雷托大概率不会背叛神殿 但就怕他骤然得到权势 被冲昏了头脑 或桀骜不寻 或走难绝后路 保留潜在的威胁 有利于让他脑子清醒 夏丽娜听着听着 忍不住笑起来 罗森 其实你才是最好的领主人选呢 罗森一惊 差点把手里的碗给摔了 我虽然出生在白马镇地界 但父母都是山中强盗 出身如此卑微 可没资格当领主 夏丽娜轻轻一笑 出身卑不卑微 凡人说的不算 神说了才算 神要说你是他私生子 难道还不够格当个男爵 罗森更惊了 忙道 夏丽娜 你可别害我 当领主可是件麻烦事 琐碎事情多得不行 我可没这兴趣爱好 白马镇这种黄金之地的边境之地 是穷相僻壤 时刻还要面对来自落雪山脉的威胁 在这当领主就是个土财主 没半点意思 而且他在这也没半点根基 真要答应 那后半辈子基本之剩下全是斗争了 简直就是使缸里游泳 烟不死人但能恶心死人 当然 若是去黄水高地 或者更繁华的地方当个男爵 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哈哈哈哈看把你吓得 夏丽娜眼嘴轻笑 把你这样一个天才法师放在这种小地方当领主 的确是大大的浪费 那就按你说的办 让坎雷托当白马镇心灵主 之后 他也认真吃起了早餐 上午十点的时候 接受胜利的黄金武士团再次开赴到白石城堡之下 在神殿护卫长卡尔兰的保护下 森格主祭走出人群 罗森立即在他身上恒定了一个群体心灵之声 法术成行后 森格主祭开始对着白石城堡宣布了神的判决书 神说 不可试探神 不可挑衅神 更不可触犯神社下的禁忌 否则必定受神的惩罚 拉森 莫雷 尼斯德败坏 劣迹斑斑 不敬神明 心无信仰 不惜子民 不配成为白马镇的领主 你辜负了黄金神的信任 不配享有神的赐福 从现在开始 莫雷家族将不再是白马镇的神赐领主 在法术作用下 他的声音传遍了大半个白马镇 而随着判决书的宣判 那一直照耀着神赐时的金色光柱逐渐暗淡 暗淡 最终消失不见 城墙上的守卫们面面相去 许多人眼中透出掩饰不住的恐慌之色 神赐光柱持续上百年 人人从小看到大 一招消失 就有一种大祸即将临头的感觉 这一招造成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黄金之地覆地 这招叫神之绝乏 绝乏一出 领主直接救得贵 当然 这招不轻用 最近一百年更是十分少见 但是 在白马镇这样规划不久的边境之地 却还有挣扎的机会 莫雷男爵面无人色 但却还撑着一口气 他怒吼道 战士们 这些都是污蔑 我莫雷家族是这片土地上最正统最高贵的主人 外来神没资格剥夺我的权柄 若是往日 他的战士们必定还会响应他 可昨晚坎雷托骑士的话历历在目 而坎雷托在军中声望极高 谨讯于男爵 昨夜 面对坎雷托的质问 男爵却顾左右而言他 不敢正面回答 正说明男爵真的干了蠢事 城下 坎雷托的咆哮声响起来 拉森 莫雷你要是还是个男人 你要还敢做敢当 就站出来接受神的惩罚 拉森 莫雷哈哈大笑 坎雷托 你污蔑我 你女儿死了 关我什么事 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 那你自己的女儿呢 是佩西夫人 她从围观镇民中走了出来 面若寒霜 眼中含着深刻的仇恨 拉森 莫雷 看 这是谁 一个中年人被两个进化后的黄金珠女 压出了人群 这位 世人贩子拉贾德 专门为男爵从黄金之地各地搜罗漂亮小孩 攻男爵蹂躏 让他发泄变态扭曲的欲望 拉贾德 在黄金神的见证下 我问你 你这些年总共为男爵搜罗了多少无辜的小孩 拉贾德面色灰白 哆哆嗦嗦地道 大大概一百二十多个 那么 那些无辜的孩子最终去哪了 死后堕堕碎 煮熟后拿去喂 喂猪了 华 这惊世骇俗的罪行让附近的镇民都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他们的领主竟是这样的人间恶魔 但还有人不相信 那女人是叶英慧的佩西 她的话可未必是真的 是啊是啊 莫雷家族一直是白马镇的领主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那会儿就是了 怎么会干这样的蠢事 议论纷纷间 拉森 莫雷似乎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她大吼道 这些都是外来神的阴谋 他们妄图驱逐高贵的莫雷家族 妄图彻底占据白马镇 男爵别狡辩啦 又一个声音响起来 却是战士安格鲁 她走到人群前 大吼道 我是白马军团的元旗兵队长安格鲁 半个多月前的夜里 死灵法师达姆西斯夜席白马镇 死了两百多无辜者 而你 却命令我将无辜者尸体交给达姆西斯 埋葬在墓园的骨灰 压根不是无辜者的 而是眷脚羊的 哗啦 这话一出 小镇居民彻底惊呆了 如果说男爵摧残外地又同只是怪痞 和他们还没什么实际利益关系的话 所以感触不深 那现在和死灵法师勾结 将无辜者尸体交给死灵法师 就彻彻底底站在了白马镇镇民的对立面 再无人为男爵辩护了 而这样的消息一传十时传百 迅速传遍了整个小镇 不一会儿 整个小镇都沸腾起来 而所有喧哗声 最终汇聚成了一句话 杀死恶魔 杀死拉森 莫雷 坎雷托大声吼道 看吧 战士们 看看你们效忠的是什么样的魔鬼 这样的魔鬼 还值得你们为他付出性命吗 这下 城堡守卫看男爵的目光都不对劲了 许多战士不自觉地再远离他 撒谎 莫雷男爵面色铁青 他趴在城墙边缘冲着白马镇大声嘶吼 他们没有证据 全是在污蔑 是对我的污蔑 不得不说 他心理素质真是过硬啊 换一般人根本扛不住这种事 早就贪了 忽然 一个声音出现在城墙上 主人 我早就告诉过您 不能这么干 不能这么干 您却一直不听老奴的话啊 是城堡里的老管家乔德 他家是世代代 都是莫雷家族的管家 是世代中仆 这样的中仆 或许地位不高 但在家族内的人望极高 在领主心中的地位 也非常重要 老管家满头花发 满脸刀刻般的皱纹 浑浊双眼中透着深深的痛惜 领主惹出这样的祸事 是老奴归劝不利 老奴愧对老领主的托付啊 他快走几步冲到城墙边 竟直接跳了下去 三十多米高落下后 当场摔死 人人惊呼 而眼看老菩字枪 拉森的心神也是巨阵 身体控制不住开始颤抖 这下 他的罪行彻底坐实了 坎雷托拔剑锯天 发出雷鸣般的怒吼 以黄金神的荣耀 正义必将得到伸张 战士们 开门吧 谁敢开 拉森 莫雷下意识大吼 但喊了几个字 声音就戛然而止 因为有个军官朝他后脑砸了一拳 男爵眼角翻白 勉强转身去看 就看到身后站着自己最信任的骑士阿拉德 也是自己的亲侄子 你你 双引号 说了两个字后 他就运了过去 阿拉德轻叹口气 对不住了 叔叔 大家都有妻有儿 不能陪您一起死啊 缺德是吗 哪个贵族都会干上一些 不稀奇 可叔叔干得实在太过分了 说完 他一挥手 发出命令 开门 不愿主持人 是啊